我是要講這個List D 首先在未講List D之前 我想解釋一下 其實Gray 5和Gray 6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Gray 5很多人都考過 是很OK的 他們覺得很容易考得到 但一到Gray 6 甚至跳到Gray 7、8的時候 是一個大跳 你會發現那些歌曲的深度強了 以及表達力要強一點 這就是Gray 5和Gray 6的很大的分別 另一個分別就是 Gray 5沒有List D 其實Gray 5的List C 跟Gray 6的List D很相近 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一些modern的東西 一些Pop的元素都可以有 有Jazz 而大部分的歌曲都是音樂劇的歌 Gray 6的List D的分別就是 近年他們會加入很多不同國家的副歌曲 除了英國的副歌曲 Gray 6的List C 他們有很多副歌曲 在英國寫的 但在List D裡面 甚至有中文的副歌曲 有各種各類的副歌曲 在唱List D的歌曲的時候 通常都是唱音樂劇為主的 唱音樂劇的分別就是 你唱歌的方法 你可以略為adjust 可以放鬆一點 不需要撐得很高 不需要樹立得太厲害 你可以稍微變一點 還有就是 你的位置可以放得比較淺一點 調節可以輕輕一點 還有就是你可以做多一些善音 可以做多一些重音、韌音 甚至漏氣聲也可以 其實List C的歌曲的竅門就是 你要唱度位 要唱對風格 expression比一切更重要 甚至你的臉色表現更重要 如果唱歌曲不開心 你要盡量表達歌曲的內容 而不是只唱對技巧就算 例如我接下來唱這首歌 你會看到我的聲線會略為adjust 和表達上面 我會注意表達多過技巧的東西 就是發音樂